后面攻的就是越攻越有信心了 而且他现在这种已经找到这种节奏了 他都在第一局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手势 整体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平稳 反正就是有机会了 我会到底现在打一打 我不会去强攻 不过其实到后面的这个两分他也是 他其实那会想强攻了 但是因为人家这个出球也比较合理 高度啊各方面他这个强攻的力度也不够 感觉的速度还是从他的脚步来还是可以看到 还是有加快这个节奏 现在薛薛逸往前对岸非常的赶进攻 而且就是成功率越高越顺 他就越敢去表现 其实他现在这个冲击力对盖德来说 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刚才呢是在挑球的时候 手上想做一个停顿欺骗对手一下 但是对方没有动 在挑出界很多 薛逸一线呢就是等着抓你后场 或者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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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连续控制对方的正手底线 而且这个时候他给的球的弧线比较平 让你没有特别充分的时间能够起他扩扇 而且他也能感觉到薛弦契他是头顶突击这一拍 威胁会比较大 他正手其实相对来说 这种顿不起跳去突击的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时候他又在第一次 他估计他回球质量也不会太高了 球海的肩内 肩内,这个时候底线控制的非常准确 运气球,有一定的运气 球海的肩内也还是打得很坚决 反正我就是这打法 只要有机会起跳 我就起跳进攻 对,他其实应该就应该就这样 本身反正实力也比对手要弱一些 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大部分 而且目前形势来看 我自己打得也非常的顺 这种战术好像体现的也比较成功 打得都非常的是给我弯强 盖德这个速度还是没有完全上去 可能他考虑想保存点体力 为明天的半决赛做准备 但是薛薛义是没有这负担 反正我们冲一场试一场 不考虑后面的球 不考虑后面的球 盖德其实他现在在以往的比赛中 他其实他也不会那种太 肯定不能像薛轩义 对,他还是相当于控制球比较多 然后去寻找机会 所以遭到像薛轩义现在这样 就是没有道理的去强谱 也会有点不太适应 盖德现在的情绪可能也 可能跟他也有可能 他跟主才这种交流 是想给自己一个缓解 对 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薛轩义今天准备从头攻到尾了 对 那其实现在他就是越攻 成功率越高的话 他其实就越有信心 而且越敢攻越敢打 越打越顺 就这种感觉 其实现在比赛中 比赛中如果有时候攻到这种范儿上面 那种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种战术也很简单 我就是强攻 我有机会了 我就 现在下加一分9比4 盖德对对手把比分拉开到这个 这个分差 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了 他现在已经被攻得有一些手软了 现在宣传意义就是我一拍攻死你 但是我可以连续攻 我攻的就是攻的你手软 然后后边看看啊 凯德是准备就这么四平八稳的打呢 还是说要有变化 这是一个半场球 这是一个半场球 对方球的弧度不够 没有过头顶 连追了三分 换一个球 然后再准备一下 然后再准备一下 好球 现在就在很多重拆当中突然结合了一个批掉 对 盖德还没有准备 现在一头顶这个区还是供对角线的这个线路运用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刚开始前两排其实盖德已经也有所注意了 这一排是打的比较突然 盖德档往上出界 11比7 薛珊逸领先第二局的间歇 四周六五十次 十二十二十二十分 今天我们看到盖德也是加强了后场的突击